台电史上首次的电价回馈 全台有1173万户可以受贿 每一户平均可以回馈到800块钱 但是这个回馈金是认电表不认人的 因此恐怕有将近120万的租屋客 没有办法拿到回馈金 寄装酮瓦斯以及天然气价格下降 让不少民众觉得是今年的小确幸 现在就连台电也要电价回馈 英国际原料价格下跌 台电去年购买的原料省下了93.84亿元 而经济部也同意回馈给全台 1173万户商家以及住户 算一算每户回馈800块钱 但这次的回馈却是认表不认人 恐怕有将近120万租屋客 拿不到回馈金 对此台电也出面澄清 台电回馈金的发放的对象 原则上就是跟台电前有公订合约的一些用户 让房东跟租屋者之间的一个租赁行为 那要看双方的协议的内容来决定 台电回馈让不少住户觉得欣慰 但租金究竟是房东还是房客获得 双方必须要协调才能解决 记者王明胜